玩战时心情分享 欢迎回到小伙高兴的视频空间 那么今天带大家人家一款POPPO出品的Standing T-Rex 战力暴龙 POPPO是一家法国公司 当然多数玩具也是made in China 但是在玩具领域我觉得 中国制造很多时候是高性价比高品质的一个代名词了 而这家厂商他们主要致力于制作各种的动物模型 其中的恐龙系列是绝对的精品 而这款棕色战力暴龙或者叫棕色敦暴 在05年前后已经是在市面上推出了 今天拿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一边说背景一边看了不少细节了 那么POPPO他们家的动物模型在细节 皮肤纹路乃至涂装的把握方面都是非常出色的 这款暴龙可以看到它头颈部 这个皮肤的褶皱做的是特别的精彩 而头骨整个的形状也很符合我们对暴龙的一个设想了 从另外一边来看 这个皮肤纹路继续有一个特别精彩的延续 这个褶皱感确实做的是特别的棒 当然头骨后面有一个缝隙 我已经是在五六只暴龙里面挑出来一个头骨缝隙 不是很明显的了 而这个缝隙也是这款暴龙唯一的遗憾了 张开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牙齿的刻画 它并不是特别齐整的 也是比较写实化的一个表现 包括舌头那个质感也是做出来了 很多巴龙模型在张嘴的时候是很帅气 但是闭嘴的时候总觉得头部有点奇怪 但是这款POPPO的蹲抱 无论张嘴还是闭嘴都是逼真度极高的 背部的皮肤颜色相对会比较深 尾巴像一边摆 这个造型也是挺自然的 而从正上方来看包括脊柱以及大腿根部的关节 这个骨骼的形状都是有着很好的刻画 两条美腿像大鸡腿一样 他在手里是特别有质感 特别肥美 而两个前肢也是暴龙 特别具有标志性的小爪子 两个指头 把它翻到另外一面来观察 头部是摆向身体的左侧 而对应的在身体的右侧 就这个肌肉线条或者叫筋的拉伸 所以整体上来看也是非常协调 很自然 逼真度真的是超高 而从底部来观察 这个腹部颜色就是相对比较强 两腿之间有一个巨大的突起 这是什么情况 那么他的后腿相对比较粗壮 有三个爪子 像鹰爪一样勾在地上 站立是比较稳的 特别加上这个大尾巴 因为很多时候这个尾巴是作为第三条腿 来作为一个重心的支持的 从侧后方来观察 这个尾巴和头摆的角度也是比较符合 个人对暴龙去张嘴怒吼时的一个标志性形象的想象了 每次到旋转一周 给大家展示整体感觉的时候就在想 我旋转地台放在哪去了 那么尺寸方面拿出伤口转轮系列的擎天柱来做一个比照 暴龙就更有钢索的味道了 模型展示怎能少了摇摇晃晃 但暴龙的脾气可是不好 恐龙是编金刚之外我特别喜欢的一个物状 虽然至今为止对很多恐龙形象的还原还是说法不一 但是像猪罗奇公园这样的影视作品 已经让经典的造型皮肤质感深入人心 这款帕头战力暴龙 重心很容易把握 头尾的形态和比例也很合适 皮肤质感和涂装更是精彩 算得上小比例恐龙模型中的精品了